是什么原因 等一个温文异雅的网络写手 每日都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 是什么原因 等他经常厚着皮皮 要皮皮摸些东西他才开心 是什么原因 这个男人带着四个大脊雷雷 去同公园管理员阿伯过不去 是道德的伦爽 还是人性的扭曲 本故事和大家呈现出 主人公是如何一步一步深陷其中 第五十七章 魔术和魔法 我一听天界娃娃这么说 我整个人都不淡定 我说是什么你这样的 一出跟着一出 天界娃娃说 没有比这个更加适合你的 草根艺术来的 不需要名气 就是我们这个事 多好 我极之欲满地说 我是草根 没错 但是我没有艺术 你没说艺术 我连技术都没有 哥哥 那你去露面 show up 也可以 你以为show up 这么容易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被淘汰的 都很厉害的 都很厉害的 很有耐涵的 呂洞彬在旁边问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说 就是日后 在非法谱看的节目 有什么变魔术 有什么耍杂技 呂洞彬放下他的酒杯 说 耍杂技啊 咦 这些是我老管行啊 诶 你不是全真派的祖师爷来的吗 诶 我骗你干什么呢 我们民间耍杂的 都是供我的牌位的 真不真啊 当然了 那斌哥你懂不懂变魔术呢 魔术我就不懂 但是 我懂魔法 那行不行呢 哇 行啊 我都拍烂手了 看来这件事是靠谱的 只要斌哥肯出手相助 不要说半军 就是前三名都没问题 哈哈 看你这么说法 我出手 不拿个半军怎么行啊 天家娃娃说 那我们明天去报名的啦 我举起的酒杯说 来来来来 为了我们的半军 干杯 本来呢 我打算明天去环游世界的 既然强仔需要我帮拖了 那我就帮下这个忙先算啦 咦 原来吕洞斌这顿酒是想告别的 吃完饭之后 我和天家娃娃就开始着手研究 杂摩大拼盘以前的视频 这档节目呢 每个星期两期 每期缺出一个优胜者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有八个人 拿到决赛资格了 我对这八个人进行分析 一致认为 其中两个选手实力最强 一个是身材火辣的女魔术师 名叫做辣妹 看她的样子应该是思出名门的 她的舞台表现极有煽动性 魔术表现也非常有特色 还有一个是团队 叫做完美组合 一共是多少个人 应该是很有实力的杂技团出身的 无论力量还是高亨杂技 都是国际水准 总体来说 我生得又没有那个辣妹那么好看 技术又没有那些完美组合的人那么正 当然 如果没有女祖师爷的帮忙 要我一个人赤膊上阵 第一轮第一回合就已经被淘汰了 第二天 过了八点钟 我就对着网站 我报名电话打过去 我豪气干云地说 我要报名你们的节目 需要有什么流程 谁知道人家一盆冷水沸过来 我们早上已经截止了 哦 放下了电话 我对着天界娃娃苦笑 好了 今次不用玩了 天界娃娃很生气 哎呀 我们今早上搞什么家伏去呢 这个时候 门钟突然响了 我垂头丧气地开门 在门口外面 站着一个五十多岁 大大只的老坑 笑咪咪地看着我 你是 大哥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笑什么笑 但是这个老坑 旁边闪了一个人 他大声说 哈 是不是不认识 走出来这个人 就是刑警队长林海 我转回头过来看一看这个老坑 突然之间醒悟过来了 哦 你是狐局长 狐局长笑呵呵地说 哈哈哈哈 连你都吓了一跳 哎 进来 进来 华小鹿 走上去立即拉着她的手说 欣人呀 我是专程过来多谢你的 刘小鹿也是恶言了一会儿 然后马上反应过来 轻描淡舍地说 啊 你好返啦 胡局长事隔这么多日 她仍然很激动 你的药真是太神奇了 我转到她的面隔看她的皮肤 嗯 光滑水暖 你现在可以跟护肤品去做广告了 胡局长笑呵呵地说 呵呵 那就是了 我的老年班都没了 我家的婆娜 对着我 都是羡慕妒忌加恨 我们听到她这么说 我们都笑了起身 突然之间 我发现 胡局长的皮肤虽然是紧致 水暖得不得了 但是 在她嘴的边边很明显 和周围的颜色有点不一样的 有点污污污污的样子 就好像那个红出没的红大红椅 我就问她 你这个圈是 胡局长说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呀 那些伤疤好了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圈 旁边的刘小鹿突然之间面一红 应该是我的疏忽了 当时 抹药的时候 就这个圈不记得抹 后来才补回 啊 我都想起身 当初胡局长那时候 带着氧气罩的 嘴边边这个圈是后来加工上去的 哇 一趟十几分钟 就弄成这样的 我和胡局长说 那你以后那个地方就不用太疏 就看不出来 胡局长说 我们警察不可以刘小鹿的 林海笑着说 嘿嘿 这些瑕疵就不要紧了 谁说公安局局长胡书那边有个控 所以要免他职的呢 然后我们又很开心的笑了起身 胡局长拉着刘小鹿的手说 刘姑娘呀 你觉得我应该怎样多谢你好啊 林海喜势地和刘小鹿打提示 我们的局长都说了 你就尽管狮子开大口 你不是没工作吗 不如来我们局里面做个什么员 这样好吗 哇 多少人恨都恨不到 进去公安局里面做事啊 但是我们刘小鹿淡淡然说 没兴趣 他对胡局长说 你呀 以后做什么都要记住保护好臉啦 弄到臉不是讲玩的 是 是 堂堂公安局长点头清事 刘小鹿摆摆手说 不用那么客气啦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就行了 胡局长想都想不到自己的因人 竟然这么淡薄明利的 现在到他不自在了 说实话 这番人情 可不是很大的人情来的啦 胡局长一点都不整式整睡 直接上门问 你想要什么呀 啊 结果人家好淡然一无所求 胡局长有点不好意思的 说 说 刘姑娘呀 我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你可不可以答应呢 啊 什么事呀 我就是想认你做我契女 不知你愿不愿意呢 嗯 嗯 刘小鹿斜着眼瞄着他 你 想做我契爷 胡局长极之尴尬地说 啊 我知道 现在呢 契女这个词呢 就被人传到 好像不是很干净 但是我没有其他想法的 我只有一个女 她在外地工作 平时一年都不回来 一次 你又做我契女的话呢 那我们一家人 经常过来来往 希望你不要嫌弃呀 我在隔壁想 没其他想法 这一点我绝对是可以肯定 就刘小鹿那个款 谁可以有想法呀 不过 人家刘小鹿始终都是 玉皇大帝的鹿公主 如果是一般的姑娘仔的话 见个公安局局长做的契爷 自然满心欢喜啦 但是胡局长在刘小鹿的面前 简直不如四大天王啦 胡局长这样做就太个没妹啦 果然 刘小鹿似笑非笑地说 想做我契爷 那先问我爹 行不行 林海都听得出来 刘小鹿的说话有点不妥妥 很小声地问我 小鹿的亲爹 会不会是大手掌呀 我很小声地说 说不是呀 胡局长都问刘小鹿 那你爹在哪里做事的 刘小鹿说 我爹 现在在精神病院 旁边收破烂 呃呃呃呃 既然是这样 看看我们 何时见个面 跟他商量一下 胡局长坐一会 一会儿就打算告辞了 我们先走了 以后有什么事呢 就尽管找我 千万不用客气 林海开玩笑地跟他说 人家龙露天大大是著名作家来的 估计都不用我们有什么帮手 最多以后 假设签证的时候 面一面去排队 就是这样 看来我的背景已经暴露了 天界娃娃忽然之间说 强仔 你上集我大拼盘的事 跟老虎讲讲 还起来他可以帮帮手的 我静悄悄地跟天界娃娃说 诶 这个嘛 这样行不合适啊 哎呀 我们就要他帮手报个名 又不是要他帮你作弊 是呢 我想想又是 然后 立即走上去跟胡局长说 啊 是呀胡局长 你看过杂摩大拼盘没有 看过那么一期半期 干嘛 我嘻嘻一笑 眼下有件事想你帮帮手 他们的节目组已经是截止报名了 你可不可以 帮帮手把我加入 进去啊 胡局长好疑惑地说 啊 你要参加那种节目啊 你会变魔术的吗 会 一点点 胡局长说 那你等一等 参加下一季行不行呢 哎呀 等不到啦 林海在旁边问 你不是作家来的吗 为什么你还做兼职呢 我 你就说帮不帮到啦 胡局长说 那既然你都开口了 我就试一试 不过你先告诉我听 你到底想怎样啊 这些是属于暗箱操作来的啊 我信誓旦旦地說 沒事的你只幫我報名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你管 我如果技不如人的話 自然有人淘汰我的 絕對不會讓你們濫用權力的 胡局長笑一笑他說 這些事情我的職權上是用不到的 然後他跟林凱華說 你覺得這件事應該跟誰聊一下呢 林凱華這個是屬於市委化宣傳部主管 我們跟他是打過交道 但是沒有直接的業務來往 胡局長說 那你回去幫幫他們找找的電話 我們這邊盡一盡力 然後胡局長對著我重新說 說好了 只是只是報名 行行行 多謝了 胡局長他們走了之後 在中午就快下班的時候 我就接到電話了 對方說自己是市委宣傳部的 說等我們下班之後 去他們市委一趟 對看再商量報名的事 我接了電話之後一拍手就說 哎呀果然是裡面有人好辦事啊 天界娃娃娃說 為了以防萬一 將呂洞斌都帶上去 我咬一咬頭 下午我們開車來到市委 找到宣傳部的地方 說一說我的名字 啊啊來了啦 咦是你呀 走過來的是朱美芳 我都好意外地說 咦咧你是宣傳部的 朱美芳又驚又奇 咦上午就聽人說 有人為了參加節目 將條天地線搭到公安局那邊 原來是你呀 啊啊是呀是我 朱美芳笑著說 嘻嘻 這件事你直接找我便行 哎呀不是不知道你在宣傳部嗎 朱美芳望了我一眼就說 果然真人不路上 路上不真人喔 連公安局局長都答到關係 呃機緣巧合認識的 我說 既然我們這樣的關係的話 我報名的事應該沒問題了吧 朱美芳很認真地說 不行 我們主任要先見一見你 啊不是找你就行了嗎 找我都要見我們主任的 啊見我做什麼呀 啊去了你就知道啦 朱美芳帶著我來到他們辦公室主任那邊 一邊走一邊問我 我說你到底是做什麼的啊 一會兒又說寫小說 一會兒又說自己變魔術 哈哈你不知道我多才多藝的嗎 朱美芳站定定在這裡 你真是識別魔術 這個節目不是說你想得這麼簡單的 如果你想隨便玩一下的話 我勸你不要見我們主任了 在旁邊的女動斌說他一定認識的 我們來到主任辦公室的時候 朱美芳敲敲門 然後就走進去了 這個主任是一個四十多歲的 沒有頭髮的中年男人 戴著眼鏡 有些不露自威的樣子 劉主任 這位就是上午公安局那邊 介紹過來的人 那個劉主任點了點頭 好 那你先出去吧 我和你聊聊 朱美芳給了我一個 至求多福的表情 然後就出去了 劉主任示意我坐下 怎麼稱呼啊 我叫欣婷強 哦 想去參加雜摩大拼盤是不是 是啊 因為等我報名的時候已經遲了 劉主任用那支筆點一點的桌子就說 我們的節目已經決出了八強 就等最後決賽 你們看的時候是有延遲的 我們不可能將這週的節目 下個星期就播 你明白嗎 哦 原來是這樣啊 我的心一直跌落無底洞 唉 沒得玩了 劉主任跟著說 不過呢 決賽之前 都有個復活賽的 就是那些歷屆最有人氣被淘汰的選手 聚集在一起 然後搶最後一個決賽的名額 我和和局長那邊都是認識的 他的面我都要照顧一下 嗯 那就是有希望啊 劉主任繼續說 如果一定要將你塞進去裡面的話 只能夠是復活賽 我立刻說 復活賽都行啊 劉主任擺一擺一手 問題是你有沒有這個本事參加復活賽 你沒有參加過以前的比賽 直接入到這個環節 我們要承擔風險的 你要知道 我們是省一級衛視 直接面對國家化寶負責的 這個節目收視率很高 如果你沒有真材實料 上到去嘻嘻嘻嘻 到時引起重路 這個禍啊 我背不起的 知道嗎 那怎麼辦啊 唉這個人說話一波三折 說到我整頭霧水的 真的 劉主任繼續說 這樣吧 你先表演個小節目給我 如果可以的話 我再幫你想辦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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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小節目啊 呂洞斌在旁邊說 來我跟他表演一個給你看 你又哪位啊 我立即說 這個是我助手啊 劉主任都沒有理會這麼多 靠在椅子裡說 那你開始吧 雜技還是魔術啊 要不要回去拿道具啊 呂洞斌說 那又不用 看看先 他伸手 在人家的桌子裡一放 然後就問劉主任 你看看少了些什麼 劉主任倒下頭一看 立即說 唉...煙灰缸沒有了 劉主任面前的煙灰缸 整個筆記本那麼大 現在真的不見了 劉主任有些感興趣的 哼哼...有些東西啊 然後呂洞斌的手遊一房 這個就是魔術師慣用的障眼法 不過這麼大的煙灰缸 你夾到哪裡啊 這個人真是鼓勵不了 呂洞斌說 那我們行不行啊 劉主任的面上露出微笑的說 哈...你先把煙灰缸變出來 呂洞斌手一指 辦公室門口就在那裡 好嘛 劉主任整面問號地走出門口外面 又捧著煙灰缸走進來 他說 哎呀...撞鬼了 你怎麼變的啊 下集內容更精彩 敬請期待 祝福